练习场 一个独立于部落三大模式外的小田地 每当有新的超级兵种出现时 它往往是最先经受摧残的地方 相较于其他模式的丰富操作 它的功能似乎只限于测试一下超级兵罢了 但如果只是如此的话 会不会有些浪费官方苦心设定的这个场景呢 为了挖掘更多部落玩法 我决定尝试在练习场中 逐一使用各个超级兵种 以及系统给定的法术 平掉这个练习记地 同时在测试开始前 对现有的14个超级兵种 也逐一进行了尝试 由于各个兵种的强度 以及自身特性的不同 想要推平练习场的难度 也大相径庭 其中有超级女巫 地狱飞龙 这种可以误恼推平的兵种 也存在超级炸弹人 这种异性都达不了的兵种 但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都尽力去尝试 那么接下来 首先接受测试的是 在超级兵种中排行第一位的超级阳门人 为了追求最优解的打法 尝试了很多次 最后选取了以下这种 本期视频点赞过2000 立即更新难度极高的 超级弓箭手赛星 路边的茶楼 人影错落 街上传来 两三圣要和 人前摇扇 醒目拍桌 各位看官 你细听分说 这江山风雨 岁月山河 道光前面 没了多少时间传说 且看他口若喧和 衣裳又风尘 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熟人 那天山女子不受苦仇 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国人 那昆仑痴儿 疫情难分 谁曾想这一去再不相逢 这江山风雨 岁月山河 峡谷周长 追了多少思念堪坷 本就是扶平游子 漂泊本无根 平水相逢 浪迹天涯群莫温 那江山如画 各走一场 也孤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 那美女多交爱 看英雄 倒进了江湖的血雨腥风 城中楼阁 击尽风霜 天涯有此一梦荒凉 神鬼之夜荒唐一场 半笑一段半生疏狂 江山夜老马几度斑驳 痴儿侠女奈何情多 酒见随马他乡一颗 白衣不见桃花如足 哎呦 妈说是金门第一呢 对 敢卖呀 对 到底敢卖 对 这盒卖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单身 上期视频给大家开了个挑战超级兵种 推评练习场的坑 并且答应大家 点赞过两天立即更新超级弓箭手三星 好的 那么他来了 其实就目前这些超级兵种来说 用超弓推评练习场的难度真是首屈一指的 难点在哪呢 第一法术给的不是很友好 五狂暴一冰冻只能拿来打陷阱流 第二 也是让我最头疼的 由于超级数量太少 所以在处理9点到12点区域内 威胁交代的两处单头塔 X连弩和箭塔时 必须保证超级的射线一次性打到这三个建筑 不然后续根本没有多余并力 这对下兵位置的精度提出了很高要求 稍有偏差就不能同时覆盖到三个建筑 第三 如何爆掉被建筑和城墙层层包围的大北营 解决方法 只能充分发挥超级远距离攻击的特性 在清理完6点到12点的建筑后 在9点钟方向迅速下一队超弓 锁定大本后立即爆掉 这期视频打得属实不易 老样子 本期视频点赞过两仙 立即更新大家普遍认为难度较大的超级弓箭手三 超级 超级哥布林三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静かに朝焼けが大地を包んでく いつもと変わらぬ夜明け 遥かに続いてく 繰り返しの中で 僕らは今を生きてる 見えない今日の風に立ち向かっていく いつまでも守りたい その微笑みを 笑ってくベイビー 帝美ハイヤー 愛を抱きしめて今 ガラティがテイビー 帝美ハイヤー 勇気抱きしめて強く 笑ってくベイビー 帝美ハイヤー きっとたどり着けるさ ガラティがテイビー 帝美ハイヤー 熱いことを信じて 超哥 学名隐秘哥布林 因其自带隐身 以及首先攻击資源類建筑的双重特性 一躍成为无数急于发育 却缺少資源的玩家们心中的神 而自从挑战超级兵種 推平練習場以来 很多小伙伴都认为 超级哥布林和超炸一样 根本不可能推平練習場 这种想法不无到底 超哥推平練習場的難度 确实很大 而且難点非常明显 最大的難点 无非是超哥的攻击特性问题 只有把所有的資源类建筑推回后 他才会攻击其他建筑 其次难点就是 在处理完資源类建筑后 如何攻击被纵横焦渡的城墙 包裹的防御设施 超哥虽然能隐身 但这点时间远不过扣开13级城墙 不过即使是这样 也还有一线升级 机会在哪呢 在于能否将系统给的法术 运用到最大化 并且复一些许易于常规的操作 首先将系统给的两个弹跳法术 尽量的覆盖到更多城墙连接点 并且还可以和镜像法术结合一下 使镜像法术成为弹跳法术的延展 什么意思呢 待会大家注意看 我在这一块的操作就明白了 好 这期视频打的也很不容易 希望大家给个三连支持一下 点赞过2000 以及更新难度同样高的 超级法师三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超法 一个平平无奇的超级兵种 但当它遇到飞艇和隐形法术时 便会催生出如同化学反应般的爆炸效果 并由此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大法 超法闪电边 而继继练出了超满超公和超哥推平电信上后 超法也终于迎来了推平练习场的时刻 这里有一张评论区小伙伴划分的难易程度图 其中大家表示很难推平的五个并重力 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我们已经出了超公和超哥 那么这一期就给大家带来超法的大法 首先还是讲下超法推平练习场的难点 主要难点和超公差不多 最难搞的是如何爆掉大本营 超法和超公还不一样 超公虽然数量少一些 但它的手足够长 可以从九点钟方向穿透成墙直接打到大本 但超法就不行了 由于攻击距离短 且大本营周围的空格距离太长 超法会直接无视大本营 打完地图上所有的建筑后 才会攻击大本 这就有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当全图建筑被摧毁50%后 这个12级的大本营就会自动激活 它的攻击范围足以打到超法 而超法却打不到甚至无视它 这就让人太难受了 可难受归难受 最后还得解决 怎么办呢 比较优解的方法 只能是首先清理完外地建筑 最后单留下一个大本营 并且还要尽量保证 处理完各个方向建筑的超法 要大体同步 否则很容易出现胡萝卜旧爷爷的情况 然后在集中还活着的兵力 才侃侃爆掉大本 这难度真的一点不亚于超攻打三星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大家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本期视频点赞过5000 立即更新无数小伙伴 心心念念的超诈挑战练习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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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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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感谢观看 超级炸弹人 同时我也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在往期视频的评论区下立了各种各样的flag 有的说只要我拿超炸推平练习场就给我点10万赞 有的说能三星就给我每个视频投币 还有更夸张的说如果能推平就让全层人给我点关注 其实敢立这种flag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 超炸根本不可能推平练习场 因为它的伤害总量在那摆着呢 就算它不炸强只炸建筑 这点伤害也远底不上全部建筑的血量 而我也在第一期的开坑视频中说了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尽力去尝试 现在是时候对线承诺了 既然无法推平 那打异星有没有可能呢 很抱歉的告诉大家 暂时还没有 我认为我已经试了目前我所知道的各种方式和手段 打了无数局也没能成功过 并且我翻看了在各个平台发布的一毛几期视频里的几千条评论 其中只有七位小伙伴曾留言或者在与他人的讨论中提到过自己用超炸拿过异星 不过很可惜的是 在我与他们一一联系后 有三位小伙伴说自己只是侥幸胡乱打出的 并没有什么具体打法 还有两位小伙伴坦言只是说着玩 另外还有两位小伙伴定位做出回复 由此我们可以大概得出 目前全网貌似还没有人可以用比较具体的打法 在超炸的练习场拿下一星 可如果连异星都拿不了的话 该如何衡量超炸在练习场中的极限水平呢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看百分比 同样在翻看往期评论时 有小伙伴说自己能达百分之十八 有的说自己能达百分之二十六 最高的一位小伙伴说自己的同学能达上百分之三十 而经过我和另一位小伙伴多天的探讨研究 我们给出的答案是百分之四十四 并且经过无数次的实验 我们认为在理论上的极限百分比是百分之四十六 或许是认知有限又或者是技术不足 如果有大佬能在超炸的练习场中打出比百分之四十四更高百分比的话 欢迎多多指教 当然可能也有小伙伴会问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回答的是 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在开始时看起来并没有意义的事 但坚持热爱久了 这件事情就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同时选择在大年初一这天发布超炸 也是想把它当作鞭炮给大家放了听着想 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也是我做视频的第一年 感谢大家一直来的支持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是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 拿超炸是如何打出百分之四十四的了 前排提醒 视频中的每一处操作都不是巧合 都是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和演练的 下面好戏开始 感谢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先开始到现在超级兵种推平练习场我们已经出了5期 前8位中难度较大的超蛮超功超哥超炸以及超法我们都一一挑战过了 其中的艰难曲折真是一言难尽 而如超距超球超龙之流平掉练习场并不难 本来不打算出了可架不住有些小伙伴执意要看 所以在今天这期我们就一并出了为本系列上半场画个圆满的句号 由于并不难就不跟大家要三连了 点赞过一千立即开根后半场 点赞过一千立即开根后半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梨山前行的风风 七星不照过月冬千年百步花一封 月老梦通天一为荒 自尽葫芦而道通 终为老虎赶牙龙 白红吹血浪几十岁 似归难归多回轮回 月满你江水前世莫追 扶着去报上春分都不让落药 与面舞这滥香 七句药香暗复赤色大芒 我洗脑女儿过鸳鸯落长 雨散到头发香火 云阳冰墙一荡岸间南方 是芳我可以照我的脆弱 并立即发香火 出个击破药 你是我本色 万里恶催狂了我的承诺 一箭单无坎坷 我不说有何需旁人来就口舌 天山随云放落叉 逼迫他内接青烟 招来秋头的驸马 不应尽半宝身里抓 成悲欢师到顶踏 白猫下树头竹花 四香未敢听琵琶 折昏去后三股茶 一朝明断没人话 流儿半心肝变真假 太岁要离魂从山 与土豹羞到太大 红你吹就冲刺云飞 就会回归 迂回可回 返太家等会 天命难为 宇宙走百路 十三娘请此颤护 五炮君生百母 苗前乱路 此成黄梅老族 强远复古之空对他师父 还未能抵天驻 金平同月 战皇城不必爱出 从笔者嘲笑 坠落的坦德 尝眉者有神者